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掌柜和大家一起读《蒙古秘史》,今天我们讲第82回《成吉思汗之死》。 《蒙古秘史》,我们其实这已经进入最后一章,《成吉思汗之死》。 蒙古的事情说法很多,一件事常常有好几个说法,深究起来,如果说传说不足为凭,其实蒙古历史上可以称之为史料的东西真的是少之有少,蒙古秘史算是不多的史料之一。 《成吉思汗之死》,蒙古秘史当中的这一段《成吉思汗之死》就充满争议,它和传说还有其他很多历史差距很大,就给大家读读这个蒙古秘史的第267段。 大家注意,这一段和很多历史上说的不一样,一般都说,西夏灭亡之前,《成吉思汗之死》就已经死了。 带着这个观点,你和我一起,咱们读读蒙古秘史,看蒙古秘史当中是怎么说的。 蒙古秘史第267段,布尔汗来觐见《成吉思和汗》,在那里,布尔汗奉献金佛、金银、碗筷、器皿、子女以及马陀等物,都是以九九之术为理,前来拜业。 这就是承认《成吉思汗》为自己的大汗。 令《成吉思和汗》令布尔汗在门外朝见,觐见的时候,《成吉思和汗》心里难受。 第三天上,《成吉思和汗》将指说, 《刺易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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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围猎野马身体受伤 那个时候托卵你就提出保护我身体的话 我们因为愤恨敌人的恶言才出兵 蒙长生天赐增利益的大恩 平伏了敌人报仇血恨 这布尔罕献来的公杖 碗筷器皿等物 托卵你都拿回去吧 是的西夏又投降了 其实西夏王并没有见到承其思涵 对不对 而是在帐外 在帐外觐见承其思涵 然后呢第二次三天以后进帐里 就没有出来被杀了 所以不知道当时承其思涵是不是活着 蒙古秘史当中说承其思涵当时活着 那就活着呗 其实推测承其思涵死去的准确时间有重大意义 因为什么 确知他死于何时就能定位他的陵墓 蒙古传统的风俗 是死后12天内应该下葬 西夏其实已经摸透了蒙古人的性格 以前几次蒙古和西夏爆发战争 最终多数都是西夏投降 然后呢 然后接受蒙古条件 可能会给蒙古那边放一两个人质 可是西夏这个国家太动荡 几次人质后来都失效了 因为什么 你说老爸在国内都让人杀了 被篡位了 这个外边的兄弟或者儿子能有啥用啊 那几次 承其思和汗都是接受了西夏的投降 打仗归打仗 投降以后的西夏王还是西夏王 就是这样 蒙古要的是商路 而不是西夏的土地 更不是西夏的人民 可是这一次不同 承其思和汗把西夏封成了公顺王 然后就把他杀了 不但把西夏王杀了 而且把跟随西夏王一起投降 蒙古的几乎所有西夏贵族 全都杀了 原因很简单 是吧 我们讲了 这一次战胜西夏的胜利是个时间差 如果你给西夏时间 让西夏有足够的时间回去再次动员 这个蒙古能不能再次战胜西夏 其实很难说 此时的蒙古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 蒙古两次 虽然在这次战争中 两次击败西夏 消灭了西夏二十万精锐 但是西夏如果继续战斗下去 蒙古人也没有十足的获胜的把握 说第三次战胜西夏 蒙古人也觉得没把握 哎呀 就是这句话 作为投降者 你的命运掌握在敌人手中 用西夏人的眼光 一定认为 程吉思汗这个人喜怒无常 是吧 蒙古这个民族不讲规矩 没有规则 其实我们都知道 蒙古人有自己的规则 能战方能言和 如果你不能打 你就没资格和蒙古弹劾 西夏这个国王是自己没活明白 他的几个前辈啊 当年投降 都是在和蒙古相持的时候 并没有落出落落于下风的时候 和蒙古弹劾 一旦你战败了 你和蒙古没有和平可谈 蒙古是商人 这叫祸到地头死 商人罪无情 是因为什么 商场里的规则和我们不同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蒙古秘史第268段 征服了西夏国 刺伊鲁胡尔布尔汗 名叫施都尔乎 并且把他斩了 将西夏的百姓 斩草除根的杀戮了 并令在饮食的时候 蒙古人必须说 斩草除根 杀进西夏人 这样的降旨了 由于西夏国 自己说的话 他们失信了 所以再度被征伐 就这样把西夏灭亡了 西夏的覆灭 是吧 你投降以后的死 是死还是火 取决于你还有没有用处 西夏就这么灭亡了 其实历史一再重演 这一幕就是靖康尺那一回的重演 两个封建领主要是遇到一起 也许还能唠唠家常 还有个信义问题 我们有共同语言 但是跟蒙古这样的商业文明 没得谈 只有得打 其实历史上 前车之鉴非常之多 蒙古秘史当中 西夏这一部分 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面仍然是蒙古秘史的第268段 诸儿年7月12日在灵州城 成吉斯和寒逝世 逝世前分给了野随众多的西夏百姓 咱们是讲蒙古秘史 所以好多事就不纠结 不纠结成吉斯汗是死于西夏灭亡之前 还是死于西夏灭亡之后 确实有这样的分歧 所以有这样的分歧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以后蒙古分裂 是吧 有所谓领土的争夺 所以谁当初下达了屠城的命令 这个有分歧 谁应该为西夏人民的死亡承担责任 在以后是有分歧 再一个关键问题跟大家说 就是成吉斯汗墓的位置的问题 其实标准版的蒙古秘史当中 是没有成吉斯汗墓的说法的 成吉斯汗墓的位置 所有记载这个事的东西都是传说的 因为什么 这是当时官方机密 蒙古的最高机密 成吉斯汗陵墓的问题 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至今没有证据表明 成吉斯汗生前修过陵墓 以后有好几个地方都说 自己这儿是成吉斯汗陵 但是其实跟大家说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让人信服的所谓证据 我有时候觉得可能这些说法都不一定对 成吉斯汗陵作为世界伟大的征服者 很多人希望蹭他的热度 于是把成吉斯汗陵 说按在什么什么地方 这是有很大的政治原因的 蒙古人会说在布尔汗山 因为布尔汗山在现在蒙古境内 是吧 而我们会说成吉斯汗墓在六盘山 中亚人说 中亚人说在阿拉泰山 都是靠近自己这一边 其实都是在蹭热度 那些所谓的成吉斯汗埋在这儿的那些根据 你大家细看吧 都是所谓风水 其实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水 是吧 这个咱们叫风水 不同的国家叫法不同 各个地方都有自己下葬的规矩 而成吉斯汗都是按照那个地方 所希望他们的下葬的这个规矩来做的 就是符合当地的风水 这个大汗到底听谁的 蒙古人说成吉斯汗埋在布尔汗山 是一种蒙古风水 我们说在六盘山 那是我们汉人的风水 是吧 中亚又说在阿拉泰山 那是中亚人讲的风水 不完全 跟你说这件事不完全是学术问题 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政治问题 是蹭热度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因为什么不仅仅成吉斯汗陵 以后你看元朝皇帝的墓都在哪呢 也都没有 对不对 都是传说 给大家说说元朝皇帝是怎么下葬的 其实对比一下成吉斯汗 你就知道为什么找不到他们的墓 元朝皇帝啊 到至今没有元朝皇帝的墓 是吧 北京你看作为首都 北京有明朝皇帝的 有清朝皇帝的墓 但是没有元朝的 因为什么元朝皇帝的墓啊 皇帝没有墓 元朝是所谓的树葬 树葬就是一个大树作为棺木 就大树中间抛开 然后呢 把中间的那个那一部分挖空 这就是棺木 以后呢 一个是盖 一个是底 是吧 就把皇帝葬在其中 可能呢 说葬礼比较隆重 就是有个非常隆重的告别仪式 这个是有的 但是生前皇帝自己是不修林墓的 甚至于以后埋哪呢 按照蒙古的风俗 是让自己 让死者自己挑 是吧 你埋在哪 是你自己挑的 什么意思 就是把死者这棵大树 放在一大车上 然后赶着这个大车呢 走 走在草原上 走在草原上 这个路就会非常颠簸 可能颠来颠去 这个死者就就从车上 掉到地下去了 掉到哪 就是哪 这就到地了 这个地方 就是死者挑的墓地 这让人怎么找 你说是不是 不好找是吧 生前他不修林墓 然后死后 你知道他掉哪啊 然后呢 然后就是把这根大树干 埋在地下 挖一个大坑 就埋在他 他掉的这个地方 蒙古人没有陪丧 没有殉葬品 也就是 就你就说一句话 挖到了 你也分不出来 等这根大树腐烂了 是吧 大寒的尸骨和普通蒙古人的尸骨 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跟着你看成吉思汗 有些传说当中说 说万马踩踏 是吧 就说这个地方埋下去以后 要用很多马 马队踩踏这个地方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你要刨一个坑 地下刨一个坑 然后你给他埋上 可能一周两周 这个地儿都有痕迹 是吧 因为周围的植被都被破坏了 这个地儿 那怎么办呢 我把这整个这一平方公里 应该是1.2平方公里 全都给他踩乱了 就怕有人远远的跟着 然后记录下来这个地儿 现在我把整个这一片地区 全都踩烂了 就这一平方公里 地貌都完全一样 你就算知道大汗 大概埋在哪 埋在哪个地方 这一平方公里 你挖去吧 你算算土方量 你得挖多少 才能挖到大汗的墓 就是彻底的不留记号 埋尸的人和踩踏的人 不是一群人 是吧 等踩踏完了 最后连埋尸的人 都找不到这个 这个当时埋尸的位置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元朝皇帝 史书当中记载 就是这么下葬 所以元朝皇帝的陵墓 找不到 是根本没有 我觉得这是跟大汗学的 成吉思汗就是这么下葬 所以根本就没有墓 你说这个道理很复杂吗 元朝皇帝的这个下葬方式 我们汉人是知道的清清楚楚的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成吉思汗陵也是这个意思呢 好多历史之谜 其实是不能知道 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一些事你你不知道 我就知道 这就是历史 成吉思汗墓 就是个就是这么个话题 元朝皇帝是个 让我们汉民族很尴尬的皇帝 都是就这个朝代让我们很尴尬 我们总说 它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希望他们能为了子孙后代的民族团结 多干点那个能证明 他们接受了汉文化的事情 可是你说连个墓都没有 这可让人咋说他们的上进 所以这个成吉思汗墓 我们的观点是一定有 只是暂时找不到 如果没有墓 那他亲近汉文化的说法 不就成了瞎说了吗 成吉思汗墓 反正谁爱找谁去找去 我是不找 因为我认为根本就没有 一掌柜的理解 就是你承认不承认成吉思汗 有自己信仰的问题 如果你承认这一点 就是蒙古人是有自己信仰的 而且成吉思汗是很古典的蒙古人 那你就会知道 他会以蒙古方式下葬 而不会以我们汉人的方式 是吧 或者以中亚人的方式 或者以其他人希望他的方式下葬 不会有那个 恢弘壮丽的灵魔 下葬方式会很简单 大概就是按照蒙古习俗 我们说为什么说 确定成吉思汗死亡的时间 非常重要呢 因为根据蒙古人的习惯 不会超过死后12天下葬 不然你的灵魂就无法回归自然 所以成吉思汗的墓 在他死的地方 他埋的地方 不是他的墓 他没有墓 是吧 他埋尸的地方 在六盘山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 加掌柜的微信公众号 掌柜说历史 汉语拼音的全拼 蒙古密史 还剩下最后一段 就是窝扣台的时代 我们下周 不是下周 我们明天继续讲 但是我们下周 看到这家伙子也不可以 我们下周 有点 有点 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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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